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赚明 那么继续给大家播讲苏格的迪亚群英 我们接着来讲利尼斯基 上次我们说到呢,利尼斯基终于等到了 内务人员远部将他召回了莫斯科 利尼斯基是在1941年8月中旬到达莫斯科的 进入莫斯科呢,一定是德国人空袭和炮击的前线城市 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地区在战争的第一天就宣布了建议 而这个时候呢,苏联政府正准备撤离到古比雪夫 莫斯科人当然当时感觉到非常的害怕 各种黑暗的谣言也在莫斯科流传 那么一些挑衅者或者是潜入的莫斯科的破坏分子 都在煽动这些谣言 像当时莫斯科撒尔其工厂 就有人把妇女们聚集起来告诉他们 去买十字架挂在自己和孩子身上 那些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人 不会被德国纳粹枪杀 甚至有人传播谣言 说莫斯科应该像当年对待法国拿破仑那样 打开城门,让德文进来 但是其中一些负面消息也是真实发生的情况 比如说战无不胜的红军 现在正在大幅的撤退 并也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而德文占领的莫斯科 已经成为了一个可以预见的 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实 1941年7月19日 希德勒批准了关于进一步在东方进行战争的指示 其中规定的任务里有一项非常重要 就是要求德国空军的第二航空队 对于莫斯科进行猛烈的空袭 要打击布尔什维克抵抗的中心 并且阻止苏联的政府机构有组织的撤离 7月20日呢 德国空军的凯瑟林元帅 专门会见了 被选中参加对莫斯科进行空袭的飞行中队的飞行员 对他们做了多项指示 不过当这些德国空军极富惊艳的飞行员 里达莫斯科上空的时候 发现他们面对的是前所未见的防御体系 他们首先看到很多的探照灯 将光束打到空中 所以德国飞行员呢 将高度升到4500米 并且戴上了氧气面罩 然后他们就看见苏联地面的高烧炮向他们猛烈的开火 爆炸的密度非常的高 另外他们发现他们的身边出现了气球 而之前在布列丁空战中 英国人根本不会把气球升到如此高的高度 更不要说还有苏联飞行员驾驶着战斗机 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汉不畏死的向德军的飞机发起进攻 1941年的7月 德国空军向莫斯科投掷了104吨高爆炸弹 和4.6万枚小型的燃烧弹 飞往轰炸莫斯科的机组人员中 只有一半能够完成任务 在7月份呢 莫斯科发生了两次更为猛烈的空袭 7月23日晚 共有125架德军飞机参加了这次空袭 后来的一次空袭呢 又增加了100架飞机 当时德军为了轰炸机的安全 每次都会提高飞行高度 但即使这样 7月23日 莫斯科的地铁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一枚炸弹刺穿了斯莫林斯客栈 和阿尔巴特栈之间的隧道的天花板 另外一枚炸弹呢 击中了地铁的利交桥 第三枚炸弹 在地铁入口旁边的阿尔巴特广场爆炸 100多人受伤 其中6人死亡 由于恐慌呢 人们从自动扶梯上下来 又造成了大量无谓的人员伤亡 地铁花了两天的时间才恢复 与此同时 大约有70枚空头的炸弹 落入到克里姆林宫和红场 然而德国飞行员在莫斯科的天空中 并不轻松 他们指出 如果可以相对容易地躲避夜间战斗机 那么高射炮的密集火力 也会迫使他们 在任何其他的地方投出炸弹 当时到达莫斯科的利尼斯基 住在莫斯科酒店 这里非常靠近克里姆林宫和红场 更重要的是呢 内务人员远部第四国家安全局所在地 接着任斯基广场 也就是卢比扬卡 就在附近 苏多普拉托夫好几天没有给他打电话 因为他这个时候很忙 而利尼斯基为了打发时间 在莫斯科周围散步 幸好这个时候轰炸和空袭已经停止 所以危险并不大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 当时已经狂热的红军情报局 和内务人员远部第四局 立刻就开展了活动 挑选和培训情报人员 从而在敌后工作 当时学校的建立 是为了培训团体的指挥官 无线电操作员和情报官员 而教师和学生的区别 仅是在于其官方的职位 因为大部分人 都没有接受过理论 或者是实践的培训 参加学校的志愿者 是从了解无线电业务的 各个部队的成员中挑选出来的 其中无线电操作员的 培训时间是最长的 因为他必须彻底的了解 他们所使用的电台 而且必须能够以每分钟 100到120个字的速度 通过按键传输 并且通过耳朵接收 这需要几个月的努力 才能够达到 想成为情报员的人并不缺乏 当时军事登记和正兵办公室 收到了大量的申请报告 要求立刻把他们派到 前线最危险的地区 选择的年龄范围也非常的广 从15岁到年龄非常大的老人都有 甚至还有俄日战争的参与者 也申请被派往前线 在开战的头几个月里 个别的侦察兵和整个游击分队 或者是游击团体的转移 主要是通过步行进入到 前进的德国部队的间隙中 许多地下组织和游击队的组织者 是带着通讯设备 以及弹药 武器和事物的补给 被留在了德军行进的方向上 他们实际上是在德国人 占领的定居点的前夕 从当地居民中被挑选出来的 而他们的身边往往会被指派一名 无线电操作员 在德国人前进之后的几天 或者是几个小时之后 这些游击队员就发现 他们已经身处敌后 并且立刻要开始工作 还有一些侦察兵呢 是因为他们在敌后 有了他们的家庭成员 便于有身份掩护 所以他们会被苏联空军 空投到敌后展开游击工作 那么很快呢 林丽丝基就见到了苏多普拉托夫 苏多普拉托夫告诉他 他会被送到学校进行培训 那么林丽丝基刚要表示反对 苏多普拉托夫就跟他说 合并时期的情报工作 和战时的情报工作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你必须要接受培训 即使是你被派去的地方 是你熟悉的南斯拉夫 另外呢 苏多普拉托夫还告诉林丽丝基 他的妻子也被接受 进行无线电操作员的培训 而且他将会和林丽丝基 在同一所学校进行学习 很快在培训学校里 林丽丝基夫妇就见面了 他们立刻就开始接受大量的训练 学会用不同类型的武器射击 用降落伞跳伞 搜集情报和传输情报的方法 1941年9月 当时的红军和内务人员员部的情报部门 已经收到了由苏联自己开发的 便携式三广高频电报电台 这个电台的名字呢 叫做塞瓦电台 随着苏多战争开始之后 这种电台呢 需要迫切的批量生产 而这个生产呢 是在当时列宁哥勒 已经属于半围困状态下的 克尼斯基广场的废墟上实现 在苏联沿红军指挥部 开始采用大规模的使用这个电台之后 不仅可以及时的接收 来自敌人后方的情报信息 也可以用电台来确定和侦查 游击队的作战区域 为他们分配任务 从而和苏联红军的地面部队协调行动 并得用空军给这些敌后的游击队 及时的提供补给 这个电台呢 在有利条件下 通信距离可以达到400公里以上 而且呢 电台不大 可以装在两个小帆布袋中 总重量刚刚超过8公斤 因为苏联对这种电台的开发和生产 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所以德国方面长期以来 一直以为苏联方面的电台 是使用根据租借法案 由美国和英国提供给苏联的电台 而苏联方面呢 为了迷惑德国人 直到1944年 还将这些电台上的俄文全部错掉 改写成英文的名文 而这种伪装的确对德国的情报部门 造成了极大的误导 根据当时德国北方集团军司令的回路 德国人根本无法想象 在已经被半围困的列宁哥勒 居然还可以建立一个 生产如此优秀电台的工厂 德国指挥部对于苏联红军和游击队 使用的这种电台也非常重视 所以当时专门下令 对于能够获得苏联使用电台 或者是俘获无限电操作员的德军 给予高额的奖赏 但没有一支德军部队 在很短的时间里 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因为当时苏联方面的无线电操作员 即使受伤 也会设法摧毁无线电台 甚至引爆炸药和电台同够预计 1942年夏天 利利斯基夫妇的训练即将结束 从前线后方去南斯拉夫的准备工作 已经开始了 他们夫妻被派往更加靠近前线的地方 但这个时候情况突然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因为利利斯基的妻子怀孕了 而且德军对斯大林哥勒的进攻也开始了 在他们转移的时候 利利斯基一家必须要穿越前线位于佛罗西洛夫哥勒市的地区 但实际上这个地区的局势每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德军这个时候已经突破了苏联西南方面军长达300公里的防线 应对完全包围苏联的南方面军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两周之内 德国国防军的攻势就彻底摧毁了红军在俄罗斯南部的防御 当然红军总部拼命的试图来修复德军所造成的损害 至少能够减缓德军推进的步伐 不过当时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尤其是斯大林 仍然相信德军将在1942年夏天向莫斯科方向再次发动主攻 这和当时德国情报机关行之有效的误导行动有很大的关系 结果这种误判造成1942年5月 苏联的西南方面军决定向哈尔科夫方向发起进攻 结果导致了苏联红军的惨败 而在这次失败之后 德军再次获得了战略主动权 突破了苏军布良斯克和西南方面军的防御 向高调索地区和斯大林哥勒发起了猛攻 那么斯大林最终也被迫接受了德国的下地攻势 实际上是针对于当时俄罗斯的南部进行的这个事实 并且在德军行动的一周之后 改变了苏联红军的策略 他命令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 将遭受重创的部队撤回到顿河斯大林哥勒和罗斯托夫 然后他命令总司令部调动了10个新的预备军 并且在最有效的时间和地点要组织反击和反攻 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德军和其盟军的前进步伐 根据苏军的情报 早在1942年的初夏 希特勒指挥部就考虑过这样一个方案 如果斯大林哥勒迅速陷落的话 那么德军的坦克集团军B级群将转向北方 前往古比雪夫 对于德国来说 占领古比雪夫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战术意义 因为古比雪夫这时候集中了当时苏联最大的航空工业起义 早在1942年初夏 古比雪夫作为当时苏联的储备首都 已经建立起了庞大的防空系统 古比雪夫当时的防空系统和莫斯科是相同规模的 因为德国空军对于古比雪夫的威胁是很大的 位于斯大林哥勒地区的德军的野弹机场 距离古比雪夫只有650到700公里 而因为沃洛涅日也被苏联红军放弃 被德军占领的沃洛涅日机场距离古比雪夫也只有750到800公里 这对于德军的重型轰炸机来说 是在攻击距离之内的 德国空军飞机对于古比雪夫的首次攻击 是发生在1942年7月8日到9月的夜间 但是因为古比雪夫庞大的防空火力 所以没有一架德国飞机能够直接向古比雪夫投掷炸弹 当时苏联红军的地面防空火力非常密集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德军飞机都被迫在通往古比雪夫的航道上 就把自己的炸弹清空 炸弹要么是落在福尔加河的水域 要么是落在跨越福尔加河地区的荒芜的草原上 所以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 古比雪夫并没有发生过疫情 因为德军的飞机轰炸所引发的火灾 或者是其他的损害事件 那么在撤往古比雪夫的道路上 利尼斯基和他的妻子失散了 他的妻子成功地返回了古比雪夫 利尼斯基曾经在斯大林哥勒地区和苏联红军并列作战 不过后来当苏多普拉托夫得知利尼斯基 参加了防御斯大林哥勒的地面战斗之后 非常的愤怒 因为他认为作为一名准备部署到敌后进行工作的情报官员来说 参加地面战斗使自己面临被杀的危险 这是非常愚蠢 当时在电话里 他狠狠地批评了利尼斯基 他说利尼斯基统治 我们在你的训练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金钱 所以你不能不负责任的自由处理你的生命 所以他要求利尼斯基立刻返回古比雪夫 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那么在古比雪夫等待命令需要等多久 没人告诉利尼斯基夫妇 而在等待的期间里 1942年9月19日 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 很快莫斯科方面做出了决定 因为目前不可能使用利尼斯基少校从事情报活动 所以立刻命令他前往附近的一家军事医院 从事他的主要专业 也就是医生工作 也就是在家军事医院 所以这家军事医院 也就是在家军事医院